大家好,我是Marco,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。 在这一段视频中,我将向大家演示FanBI中通用查询的功能。 在制作分析时,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查看分析者常用的筛选数据的字段,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字段绑定到对应的空间上,供查看分析时使用。 但往往在制作分析时,不能完全准确预知查看分析的筛选过滤需求。 此时,我们需要让查看者在查看分析时也能自由增加过滤条件。 这就是通用查询的功能。 在左侧的组件与空间选择栏中, 拖入通用查询。 而后,我们到查看模式下检验其效果。 在通用查询窗口中,点击添加条件。 选择省份字段。 将省份字段的值编辑为属于北京、福建、甘肃、广东。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组件产生了对应的变化。 类似的,再次点击添加条件。 选择合同签约时间。 设置过滤条件。 注意到,两个条件的逻辑关联方式是且。 也就是,过滤出来的数据既属于北京、福建、甘肃、广东, 也属于2012年和2013年。 我们也可以以货的逻辑连接两个条件。 选中一个条件。 将连接方式设置为货。 点击添加条件。 选择合同签约时间。 设置过滤条件。 此时过滤出的数据属于我们刚刚添加的 四个省市。 货属于2012年与2013年。 灵活运用且逻辑和货逻辑连接不同的过滤条件, 就可以满足多种多样的数据筛选需求。 以上就是FanBI中通用查询的基本功能。